1月28日库里及他的训练师在赛后的采访中解读了库里近期失准的根源 这与我1月27日对库里的投篮训练连续打铁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 库里投篮脚下发力出了问题 库里之前投篮时习惯的是点脚发力 而不是拳脚掌站稳后发力 在昨日的比赛中库里的所有投篮进球都恢复使用了点脚发力 真实命中率高达68% 以下是原分析视频 库里的投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认为是库里修改了投篮动作 本期视频将做出逐针分析 首先我们从库里投篮的发力来看 我们截取了视频中角度相似 能看到完整脚步与出手的两个片段进行对比 两个片段都从祈求针开始逐针对比 片段一率先完成了出手 片段二的出手比片段一慢了两针 这可以看出片段二在出手阶段有停顿 停顿时间约0.1秒原始平为24针每秒 为何片段二会有停顿 我们在观察库里的脚步 片段二库里使用的一二步衔接投篮 双脚都是全脚掌站稳后在发力 片段一的右脚紧是前脚掌的触地击弹 首先片段一的下肢启动更快 其次可以借助到下肢筋膜的弹性 与千张反射的力量更多 对弹性力量的运用在库里的投篮中有着重要地位 相关原理在往期视频中我们已深度解析过 片段一的发力快速流畅 整体力量更大 片段二的下肢启动变慢 上肢停顿等待下肢的力量 力量传导不够顺畅 整体发力效率低 结果是投短打挺 在以往的训练 比赛中库里的投篮发力 更习惯使用单脚或双脚的前脚掌启动 极少见到他双脚完全站稳后再启动发力 在此段视频中库里使用双脚全脚掌触地发力的比重达到了47% 而命中率仅为12% 单脚或双脚的前脚掌启动发力占到了53% 命中率高达88% 这很大可能是由于库里的身体疲劳 以及库里近期臀部伤病导致控制身体平衡能力下降 更多的使用全脚掌触地来保持身体的稳定 感谢观看